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两人第一次相遇 眼神就变得迷离了 巧合的是 两人还是邻居 威亚勒因为克尔齐在屋子里修理东西 噪音太大 去找克尔齐 带着咖啡来的威亚勒并没有遭到拒绝 克尔齐告诉他 他在修理货车零件 他显得更加有形了 衣服上有些污点 克尔齐时常也会到夜店 他会主动找女人聊天 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他喜欢女人 威亚勒接下来进行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他邀请克尔齐去他家 说是自己的耳钉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 希望克尔齐能够帮助他 这对克尔齐来说简直是小事 威亚勒主动让克尔齐看自己胸上的纹身 并且希望克尔齐能够抚摸他 两人正在激情时 凯撒回来了 凯撒看到威亚勒一扇不整 以为他出轨了 看到克尔齐 他放心了 并且羞辱了克尔齐一番 威亚勒在货车上等到克尔齐 两人激情热吻 睡到一起 可能两人才是最适合的一对吧 双性的威亚勒让克尔齐很不开心 威亚勒告诉他 他和凯撒在一起五年了 他听到的不是性爱 而是工作 凯撒是黑社会洗钱的 手下撕吞了二百多万 老大的儿子打死了他的手下 凯撒打晕了那人 抱着满神嗜血的钱回到家 威亚勒想和克尔齐在一起 两人谋话 礼貌换太子 把钱换走 两人远走高飞 他们把钱换走 嫁祸于强尼 威亚勒的话让凯撒更加详心 是被强尼偷走 他快疯了 凯撒告诉威亚勒他要把钱要回来 威亚勒要离开 凯撒逼扑不让 这时强尼真的来了 老大带着儿子来拿钱 可是钱早已被转移了 凯撒拿着枪指着强尼 问为什么偷钱 凯撒被逼杀死了老大和强尼 吓得威亚勒瑟瑟发抖 警察迅速赶到 凯撒藏好尸体 警察在他们家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凯撒带着威亚勒去寻找钱 但是依旧没有找到 凯撒绑了 没有得到钱的凯撒把他藏到衣柜里 又有人找凯撒要钱 情急之中 威亚勒集中生智 把米奇之走了 威亚勒真的是厉害 他正凯撒不注意的时候 偷跑出去去救科尔奇 跑的时候还给米奇打电话 说是凯撒骗了他 迎娶了信任 跑到房间 威亚勒看到科尔奇的绳子已经被解开了 凯撒和科尔奇一顿猛打 科尔奇那是他的对手 一会儿就被打晕了 威亚勒站在凯撒背后 凯撒认为自己的女人不会打死自己 其实他错了 他们之间并没有爱 打再多的感情牌也没有用 威亚勒开了树墙解决了凯撒 两个女人成了最终的玩家 他们答应彼此不会离开对方 故事也就圆满的结束了 这部电影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欢欢紧扣 值得推荐的一部好电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